太阳撑上来新闻端出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今天一算已经到了10月15号星期天 当然对新西兰来说 昨天经历了2023年国会大选 当然做电视转播 昨天也忙到很晚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想跟各位到来谈谈的事 现在时代进步 在我的感觉来说 做我们这行 早晚被AI机器人取代 就是AI主播取代 是早晚的事情 因为现在看到很多媒体 都已经有这种AI主播 所以昨天在做电视转播的时候 大选转播 时间很长 四五个钟头 我就在想 这个可能真的下一届大选的时候 已经不是真人坐在这里 来主持选举报票 而是AI机器人来执行任务了 所以就看得出来时代在进步 很多行业都会被AI取代 那AI真的会取代人类吗 人类面对AI的时候 我们做好了准备没有 当然做好准备没有 最关心的就是中国做好了准备没有 因为AI大时代确实已经来临了 这不争的事实 因为在这个9月20号的时候 这个当时还是这个 就等于是董事长孟晚舟 在华为的这个全联节大会上 就说了一番话 那谈到的呢 就是基本上勾勒出了 华为将来要走向智能化的策略 那智能化策略是什么呢 就是AI智能嘛 对不对 这个人工智能 那因为这个华为现在这个积极布局啊 知道呢不管是五级通讯 或是哪怕是手机业务啊 这个都是一个人类未来的趋势 那更重要在后面 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AI智能 那华为是希望把所有的东西啊 都走到智能化 这个打造一个未来的世界勾勒出来了啊 当然孟晚舟这个东西 跟大家在讲的时候 可能大家在生活上会觉得说 那是华为他们家的事嘛 对不对啊 跟我们到底有多大的关系 那听我道来 您就知道关系还真大啊 那当然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 在AI发展上面啊 看起来是如火如荼啊 这个中国发展非常厉害啊 那我们看有百度的文心一言 那当然的这个另外阿里巴巴 有这个通议签问啊 那另外腾讯呢 有一个魂源啊 这个系统啊 那另外华为有盘古啊 这个科大讯飞呢 有心火 另外360有智脑 这个都是讲什么 讲的就是一种大模型啊 AI人工大模型 什么叫大模型啊 我们简单讲一个比喻啊 这个你把AI啊 想成就像我们小孩子啊 在学习的过程中呢 他不断要去看到新鲜事物啊 然后学习 学习 学习之后 他越来越聪明啊 那AI啊 他实际上你把他看成就是一个 他在学习的过程中 现在还在学习的过程中 但是你要勾勒出来一个 一个大模型啊 那这个大模型呢 第一 你要喂养他 大数据嘛 对不对 把大数据啊 往里面放 放很多数据进去啊 他的数据就像我们读书 你读的越多 知识越高 对不对 眼界越广 这个有成正比的嘛 那当然呢 这个AI啊 也要让他学习啊 这个资料 要给他 那这第一个对不对 那第二 硬体要 这个 很强大嘛 现在讲的叫GPU啊 那当然呢 这个就像我们的脑啊 脑要很容量很大 很聪明 然后你能学习很多东西 这个软硬都要配合啊 我们刚刚讲资料输入 这是软的部分 那这个硬件呢 这个就是我们脑的部分嘛 对不对 就像这个 如果以这个电脑啊 这个来讲的话 就是现在核心的GPU 这种半导体芯片 很重要 那另外一个呢 在软硬之间 来管控的叫什么 人 对不对 人才啊 也很重要 因为毕竟 这个是软软件资讯 这个是硬件 怎么样 让这两个 对不对 走在一起 设计一个大模型 这就是人 所以三要素啊 这个对中国发展 AI啊 至关重要 那我刚刚讲了那么多啊 这只是代表 中国大概前前后后啊 在建构大模型的公司啊 要发展 AI人工智能的公司 有26家 比美国多啊 美国没那么多啊 美国当然 大家比较熟悉的啊 什么什么 就是Mate啊 还有什么 这些啊 这个Google啊 什么 他们在做啊 但是中国做的很多家 26家 因为中国啊 不管是政府 或是产业 看到 人类未来啊 这个 外物连结 太重要 光是说 微信支付 这件事情在全世界 没有几个国家做得到 对不对 你看现在中国人买东西 手机 光看中国的电子支付 在全世界 这就是第一啊 对不对 如何支付 这些大数据的往来啊 那个不是那么简单啊 只是说一个 这个讯号传输啊 这中间后面 非常的复杂 而且中国走在非常前面 这是一个强项 所以呢 在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的科技产业 知道啊 万物连结 非常的重要 光是各位看到 每一年的双十一 那中国大概有几亿人啊 上网买东西 对不对 订东西 那整个物流 所有的东西啊 这个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一个这个系统啊 光是很多咨询 现在谁回答 AI回答你 对不对 不是人工啊 回答 那个已经太慢 完全要AI作业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啊 我们跟一些啊 我们买东西啊 有些询问啊 来往啊 你以为是跟真人 No 他已经是AI啊 建构的大模型当中 他聪明到 足够回答你这些简单问题 就像我说 那个AI主播啊 举例来讲 就像西西兰国会大选 他只要掌握了 选委会 最新的票数 每个选区 每个候选人 得票率 每个候选人的背景 将来的这个政党啊 会谁来执政 他完全可以啊 AI 大模型啊 就可以建构出来 他只要有资料进来 他第一时间就可以报告 给各位观众 哦 现在 工党领先多少 国家党领先多少 行动党领先多少 这个就非常快 而且非常准确 不会错 而且他不会累嘛 对不对 你看我们做转播 哇 做了四五个钟头下来 人都累瘫了 他不会累啊 你叫他再来四五个钟头 他也一样啊 而且最重要不拿工资啊 这个也不请假 也不生病啊 这个也不complain 说什么太累了 什么这个 不会 就不停的做 所以这个AI真是一个趋势啊 那所以在中国科技发展上 速度啊就很快 那美国就看到这个问题来了 中国在AI上面 如果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啊 中国将要超越美国 美国当然在AI发展上 是走在前面了 你像那个 Chair GDP啊 那些东西 其实美国政府官方啊 据说呢 非常早就开始研究 所谓的大数据啊 分析 当然在美术冷战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科技进步嘛 当时据说打核战啊 要算 要做多少颗核弹 放在什么地方 打到最后一颗 我美国把苏联给干掉 对不对 当时找的数学家 物理学家 化学家 科学家 反正聚在一起算了 对不对 算出来最后结论 我要做多少颗 洲际飞弹 这个核弹投药 多少个 放在什么地方 最后一颗 打完之后 我美国人至少 还剩下一个 那可能苏联人打光了 要这样子啊 要赢 那当时都靠人算 但是美国后来就发现 这个不科学嘛 对不对 就慢慢一直在朝这个AI运算 这个方向啊 在走 就人工智能 美国确实走在前面 但中国是后来居上 速度很快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要有芯片法案 去年十月 各位要知道 芯片法案的关键 要对付的是 中国AI产业的发展 光不卖芯片 你说中国电脑 没有芯片用 中国的汽车里面 没有芯片 这不是美国要的 美国要的是 阻止中国的AI产业 往前发展 我刚刚数那些 大模型 大模型的架构 很难的 当年模型架构啊 有过一个亿的数据输入 那就很牛啊 最近华为盘股 他号称 2000亿个资讯输入啊 那是什么概念 是以前模型的2000倍 你这样去想啊 Chatt那个GPT啊 他当时第一代 后来有到现在第三代 甚至3.5代啊 他第一代的时候 大概就一个亿 一个亿的数据进去 一个亿的数据 我们人脑是装不了了 但电脑嘛 他伺服器那么大 有那么多GPU 几万个一起运算的时候 哇 那个是超级电脑啊 这个很厉害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出现了这些反应很快 他无所不知 在去年12月5号呢 OpenAI啊 推出了Chatt的GPT啊 这个第三点五代啊 各位我想很多朋友在网上 都有下载那软体啊 提问说哦他的回答嘛 但是也看得出来呢 他这个建构还在所谓的 这个就是发展的过程中 因为他的答案是四平八稳 对不对 比如说你说当年美术冷战谁赢 他的答案可能是看不出来 或说中美会不会发生战争 他也答案都是四平八稳 对不对 这个有中方的立场 有美方的立场 最后呢又有联合国立场 完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那整体来讲 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啊 就看到美国啊 他是不断的在推的时候 也发现这个是美国最担心的 就是中国会不会超越他的 这些人工智能啊 那当然呢我们刚刚前面讲 那时候是一亿个 对不对 到现在已经两千亿 那这个open AI chat GPT 可能都是好几千亿啊 这个上去了 大量的数据进去 他才会越来越聪明嘛 当然会自我学习 但是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啊 碰到一些比较难处是 在大数据收集的时候呢 中国官方啊 中国有14亿人 照讲这个大数据啊 非常的完整 但是中国官方基本上过去啊 基于国家安全 这个民间的这些公事啊 拿不到官方 拿不到官方资料啊 比如说中国人均到底吃了多少饭 对不对 这个他们的消费力怎么样 什么这很多数据是官方不公开的啊 那当然呢 在一般的网站上面 各位要知道 56%的语言是英文啊 中文的网页 只有1.5个percent 就像在社交网站上面 你永远是英文的网站啊 这个或者是YouTube上面的节目啊 英文的多 中文的少啊 一样的道理 所以在这个AI啊 他自己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啊 就碰到 这个中文的部分真的是非常的缺乏 拿到的都是洋人的部分的东西啊 对于这个建构 中国需要的大模型啊 有一定的难处 当然中国政府看到这个问题是所在 也在最近啊 刚刚啊开会 决定大概把中国官方 大概有150多个机构的数据啊 开放 让这些中国的这些大模型啊 私人的 我刚讲这些私人大模型啊 可以拿到相关的资料 当然还是有一些部分是比较机密的啊 那能够open的 尽量open 因为你这个大模型啊 要很聪明 要算得很准 甚至有判断力 他一定要有很多数据 局域来讲 我们局域来讲啊 那现在呢 这个AI啊 最基本的啦 城市交通管制 各位就知道 他看今天的整个车流量 多少车在路上 每个路口的状况 决定红绿灯的时间长短 让所有的这个城市交通呢 不会啊 这边车子走得很快 那边全部堵成一团 他会调控红绿灯 这个就是AI哦 已经不到人了 你想想看 一个我们局域光上海 有多少红绿灯 你去算 如果每个红绿灯 后面都坐一个人在看 在调 那 而且他路况是不停的变啊 那要顾多少人在控制中心 AI来了啊 那第二 中国的这个输送电缆 崇山峻岭到处都有那种电缆啊 高架电缆 那因为各种天后状况 什么什么状况 经常要去巡 以前都是人啊 爬那个铁架上面去巡啊 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快断啊 什么地方要修啊 什么这个那个啊 好 现在呢 AI来了 无人机上去 他就沿着那个线飞啊 看到状况他可以判断 这有什么问题 不要人哦 对不对 无人机自己上去 AI就控制无人机 去检查所有的每一个地方 这一个铁塔 检查完 下一个再检查 这个系统 中国现在已经建立起来 这个效率很高 可以提早预防啊 比如说输电缆 断电嘛 这些事情 这个这个以前花很多钱 很多人力 去爬上去看啊 现在啊 这样走啊 无人机马上发现通知 有人快来修 这个地方快出问题了 怎么住此类 好 那更不要说 我刚刚讲AI主播 这个很多 这个只是我们现在看到 将来看不到的东西啊 太多了 甚至在军事用途上 科学用途上 教育 医疗 都有啊 简单的讲以后看病 不是真的医生啊 AI医生帮你看病啊 为什么你感冒小病 他马上可以从你的血压 什么资料 马上判断完 依照你的个人病例 处方药就出来了 这个是已经指日可待的 将来我们这个人跟人之间啊 这个AI比人还厉害吧 就曾经有算过 说飞行员开飞机啊 讲的不好听 现在飞机 是不是一定要有飞行员坐在上面 科学家说已经可以不要了 对不对 从起飞降落 中间飞行都不要 因为大家都知道商业飞行啊 现在还是严格规定啊 飞行员起飞降落 必须是人为 不能尽量不能用人自动驾驶啊 起飞降落 可不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 但是要求飞行员 起飞降落 要人工操作 那中间在飞行的时候呢 一般飞行员大部分是自动驾驶 设定好航向目标高度 什么 一波 飞行员就在那里 就监看 有没有什么异样嘛 对不对 大家就放轻松了 另外一个去喝咖啡啊 上个厕所 就知道 这个慢慢都在取代 自动驾驶 那更不要说人开车啊 所以这个AI介入之后 将来更聪明 他可以判断前面的天气 这个飞机是不是要降低高度 是不是该landing的 该怎么样 速度是不是要提上去 那跟你开车也是一样道理 你一上车 你的AI都知道 你今天的心情好不好 对不对 你身体状况好不好 如果你状况不好 对不对 他可能放一些 这个柔软的音乐 让你闭上眼睛休息 他开的这个自动驾驶回家 那如果觉得你身体啊 可能要去医院了 他自己开到医院去 对不对 已经通知 通知急诊 说 我的这个主人啊 他心脏 可能要心脏病要发了 你想AI到这个程度啊 所以这个人类跟AI啊 就为什么切不开 为什么中国科技 一定要朝AI奔去 在这里 美国为什么有芯片法案 就在这里 对不对 说穿了 中国半导体业 这些年非常的努力啊 在拼啊 不管在软件 硬件 人才方面 都在拼 美国看中国 急起直追啊 这个有一点像当年啊 美苏 太空竞赛 对不对 当年苏联 第一个去了太空 美国急啊 对不对 肯尼迪说 我们去月球 下面科学家 一堆从椅子上 掉下来 想说太空还没搞定 还去月球 对啊 阿波罗计划就开始了 也因为那样 美国投入大量的资金 在太空竞赛当中 领先俄罗斯 美国的科技啊 跳上去了 中国现在也是一样的问题啊 我们把它这个AI啊发展 你把它看作就像挑战 当年的登月 那个是非常困难 遥不可及的啊 对不对 资料缺乏 硬件被限制 人才不足嘛 对不对 因为说实在话 在中国有大量的年轻人啊 每一年出国留学啊 到海外啊 大部分别的不管啊 光学科学的 那人才济济啊 那么多人出去学习啊 各位要知道 在国美国 我们讲美国啊 这个AI科技产业 半导体产业的工程师 三分之二在国外出生 刀刀地地 美国出生的只占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是外国人 对不对 就姑且不管哪国人啊 只要美国以外的 三分之二 在这三分之二当中 有将近27%是中国人 华裔的占了27% 留在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环境嘛 对不对 美国只要看好的人才 第一时间延揽 给身份 给高薪 留人才 他知道 人留住人才非常重要啊 那当然有些人说 我这个还是要回国啊 报效祖国 回去啊 当然疫情期间 这个人呢 这个少了很多了 因为整个中国当时开放啊 各种 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环境 你有没有这个土壤 让这些科学家 回来工作 如果中国将来要发展 人工AI智能产业啊 人才呢 真是啊 非常的重要啊 当然硬件突破 中国在努力嘛 对不对 你看那伊伟达老板 老黄 对不对 现在呢 被美国盯得死死的 这两天雷蒙多要放话 要加大暗示 要加大啊 芯片法案的这个范围 对的就是什么 AI芯片 就是伊伟达在卖的那个GPU嘛 就就是对着他来的 因为老黄他们很厉害 当时美国政府一公布 去年的时候 他们马上做一款新的 在美国政府限制标准之下 边缘上 就可以合法卖中国了 那个当时中国这些半导体产业啊 这几家大公司啊 像什么百度啊 阿里啊什么 听说订单啊 50亿美元订单 订了 对不对 不能犹豫啊 立刻订 那伊伟达市值就飙涨嘛 当时飙涨多厉害 那当然现在又为伊伟达 要量身定做 限制伊伟达 再把这个标准再压低 让你不能卖东西给中国 因为说真的 这个AI如果大模型啊 要运算 上千亿的资讯 他大概要上万颗GPU 绝对不是一颗两颗啊 上万颗啊 去运算 一起运算 那个速度才快嘛 瞬间就像你自动驾驶 突然前面就发生车祸 你这个AI 要很聪明啊 他 那个伺服器中间5G连结 不是问题 但他可以告诉 这个马上告诉这部车 刹车 或是转弯或怎么样 瞬间处理 那个都是0.000秒啊 就决定的 如果你没有很强大的运算能力 或很强的5G 做不到啊 所以现在华为已经做到5.5G啊 万物连结啊 这个都是啊 为什么华为会被盯得实实的 就是因为 他走在太前面了 美国人对这件事情觉得非常不满意 发现打了华为还不够 再来就全面打了 所以你知道知道现在中国啊 真的非常有前景啊 你看我们最近看到的有 这个我们刚讲电子支付 对不对 那个5G运算又走在前面 那高速铁路这个电动汽车 样样都在领先啊 虽然这中间跟AI不是那么密切 但是你每一样都让美国心惊弹掉 当然现在时代 最重要中国有优势 虽然受了那么多的限制 起步晚 资料不够 硬件不足 受了限制 人才也不足 什么这些情况很多 但是中国有那么强大的决心啊 再往前走 加上中国政府现在也知道了 把资讯开放 对不对 硬体投入研发 你限制我自己来啊 人才继续啊 这个开放嘛 让更多人才回来 因为你只要有那个环境 那个人自然就回来了 对不对 就回来了啊 好 所以现在中国政府在做一件事 这个时代我们讲过 大吃小不流行了 现在是快吃慢啊 中国只要快 在人工智能上面 能够突破 超越美国 这个一快下去之后啊 这个美国要再追就很难了 因为AI人工智能 它是会自主学习的 你只要给它建构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人不要在那么在后面 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 他会不断的升级哦 他自己会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那个判断力啊 越来越准 当然有些人担心说 万一有一天AI 人工智能 有了七情六欲的时候 人类将被AI主宰 但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啊 你要人类文明发展 往前跳跃 一定要有AI帮助 人类文明可以往前跳跃 对不对 那可能人类的寿命啊 更健康 人类的比如说粮食的生产 更完整 因为有AI可以运算到很多细节 保证年年丰收啊 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啊 好 所以呢 中国现在啊 这个已经突围啊 找到了方向 是可以值得拾目以待 虽然现在看起来是有一点 觉得大环境啊 好像被重重包围啊 但是啊 中国已经找到突围的方法 但是需要时间 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啊 当然也希望呢 年轻学子啊 能够抓紧机会啊 有机会的话 海外的华人啊 如果你是这方面的 才能学习的 真的应该回国发展 把中国的AI 推向世界第一 对不对 其实中国发展在前面 将来受惠的也是全世界嘛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真的是越想越觉得呢 值得令人期待 令人兴奋的一件事啊 好的 那今天是礼拜天 那在这里呢 还是要祝各位 这个周末愉快啊 这个心情愉快 这个身体健康啊 就万事如意嘛 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就明天 星期一准时啊 空中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